李小姐,考核有几项? 总共三项,全力测试,徒手格斗,从临作战。 第一项全力测试,不仅要考核力量,还有耐力和心态,一对二十,只是个开始。 李小姐,比赛之前,您要不要先试试测试仪? 最高记录是多少? 一千八百九,称格打出来的。 李小姐,走到测试仪面前,眨了眨眼,不轻不重地砸了一下。 他确实没用劲儿,那动作看起来就像挠痒痒似的。 所有人纷纷张望,看到树植那一刻,集体沉默了,还以为能一鸣惊人,结果也确实挺惊人。 三百二十三,整个三堂最次的选手,全力值都突破了七百。 李小姐,感觉手感如何? 挺好的,开始吧。 左堂点了点头,随着左堂一声令下, 第一位成员阔步上前,就对着一切出拳。 卧槽,阿龙有进步啊,上次他的权力才八百多,现在马上都破九百了。 李小姐,该您了。 李小对着阿龙点头示意,走到一切前看了一眼,他的权力值是八百九十七。 我赌阿龙赢,阿龙,加一,加二,加三。 我赌李小姐赢,阿龙加四,加五。 李小姐,加一。 三堂主,你怎么长他人致欺灭自己威风啊? 我信你们看,李小舒展骨节,和左堂相视而笑,下一秒,直接出拳。 他杂拳的速度同样很快,屏幕上的数字飞快地闪烁跳动,转眼,数字停顿。 哇,运气真好,就比阿龙多了一个数啊。 李小的第一拳,八百九十八。 阿龙闷不作声地后退一步,对着李小鞠躬弯腰。 李小姐,承让。 众人皆是一愣,你没文化就闭嘴吧,承让是这么用的吗? 李小淡淡地瞥他一眼,承让两个字就挂在嘴边。 说也不是,不说也不是,左堂青笑着招呼第二名拳手上台。 对方身高和阿龙相仿,身形健爽,一拳砸下来,数值显示九百七十六。 李小没有二话,也随之出拳,权力值九百七十七。 这时,身在商玉身后的左宣瞇了瞇谋,暗含沈氏的目光落在李翘的手上。 唐主,李小姐真正的权力值大概是多少? 一次是巧合,但两拳之后已经显露了端倪。 李小姐在故意控制力量。 那些人,谁是最高纪录? 是最后一个,阿炎。 上个月破了一千五。 嗯,应该比他高。